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玄妹 我今天主要是想来给大家分享面膜 现在是下午的7点多 我才刚刚睡醒过来 然后9点多要出工 中间还有一个小时多的时间 所以我就打算给自己做一个面膜 顺便给大家安利一下这块面膜 昨天晚上我不是开了十几小时的夜戏吗 熬夜了 熬夜了之后呢 可以明显地看到皮肤非常暗沉 黑眼睛也很重 然后呢我就会选择这块面膜 费洛加的十全大的面膜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款面膜呢 因为这款面膜我用完的使用感呢 会暗沉很有改善的效果 而且敷完之后它非常的细腻 皮肤会非常的滑和嫩 而且会让皮肤提亮一个色号 这款面膜有一个非常非常洋气的用法 叫三明治肤法 好 现在我来实地给大家操作一下 第一步我们先随便选择一个 补水的纸质面膜 这款面膜呢我觉得不需要过多的纠结 只要是有补水效果就行 然后我们先敷上大概有15分钟左右 好了 15分钟结束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请记住这款面膜 先不要把它扔掉 把它装回袋子里 补上我们这款 飞洛家的十全纳谱面膜 刷在上面 哇 还不好刷 因为太滑了 好了 现在我们去等上半个小时左右 拜拜 按到小时后见 现在能看到这个面膜 其实它已经吸收了非常多 然后我们再把刚刚那个没有扔掉的面膜 敷在上面 然后有一点点干的话 没关系 你给一个喷 敷在上面 再等15分钟 就这个面膜的过程就可以完全结束 这里大家直观地看一下 我现在的皮肤 虽然还是有很重的黑眼圈 但是现在皮肤的水润度是非常的好的 今天的面膜分享就到这儿 希望我的三明治肤法能够帮助大家 拜拜